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望无际的碧玉般的临海 是塞罕坝机械临场 六十年前 这里还是黄沙遮天日 飞鸟无奇数的荒漠沙地 六十年后 这里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临场 从一九六二年到二零二年的六十年间 塞罕坝临海中老松坚韧 幼苗新发 一代代塞罕坝人 在这里爬兵卧雪 接续奋斗 以摇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信念 在高寒沙地上 书写了改天换地的绿色传奇 也铸就了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石国城塞罕坝的第一代创业者 一九六二年九月 刚刚从长德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的他 怀怀着建设祖国的豪情壮志 来到塞罕坝 一来的时候到处都沙漠 也没什么树 我们这住许那工 调节也差也没法子 就把那些 通常有个签字板的一个马棚 把那马牛都赶出去 把一扫碰着草就在这住 艰苦创业 是塞罕坝精神的内涵之一 那么石国城等第一代创业者们 在塞罕坝究竟经历过 哪些艰苦的考验 你像我们当时都是住的窝棚啊 我们的书记厂长 都在那个窝棚口那块睡 给大家挡风 然后工人们都在里头 那会儿特别特别地冷 就说人们都无感脱衣服 然后也瘦什么 也比较多 后来我爸让他们睡在里边 他就睡在那个门口 这本书中记录了第一代塞罕坝人 对当年的回忆 书中写道 塞罕坝究竟有多冷 没有经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女同志去厕所接手 刚刚蹲下去 呜呜的一声 一阵大风过来 秒夜就变成裤脚上的冰了 生这个孩子 三岁了 不会叫爸爸妈妈 不是说孩子有 什么现天的毛病 没有 颜柴没有 就是不接触人 我看了以后 我确实我流眼泪了 那会儿不像现在 没有什么人烟 就是一天 基本上看不到一个人 晚上住在地人里边 四周天 满天星斗 静得一点声没有 出来之后 你看到那个窝蓬后山 那个眼睛特别亮的 那个土豹的眼神 他就说那些土豹 但那种天下生土 一个月见不到一个人 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但石国成他们 依然满怀热情 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 用辛勤的劳动 践行着 志在临海的初心 一天十多个小时 节假日和礼拜日 根本就没有 也不想到的 你想到的 就是工作 随叫随到 不管是黑天或是白天 既然来了 就一定要把林场建起来 对于这片土地 第一代创业者们 几乎倾尽了全部的心血 当时一到春季造林 或者秋季造林 我们的什么书记 厂长 什么科室的干部 什么科长 就所有的人 都到生产第一线 然后到了生产第一线 你分不出 你是书记 我是工人 这个你是领导我的 真的分不出来 没有打皮特木的 也没有别的想法 就是想工作 耐工真是 心万一处想 心万一处死 大家都比较团结 通知通雇通劳动 第一代塞汉巴人 要解决塞汉巴这片森林 从无到有的问题 为了在荒漠上拔树种火 他们详尽了一切办法 到后半截鱼苗的时候 鱼苗长得快 就用大粪 把这个大粪掏苗虎 挖一个坑 关水大粪活成粥 但是有的人呢 这一不加小心 把这个钥匙掉到大粪里头 毫不考虑 拖了一个左摸右摸 把钥匙摸出来了 然后到水坑去一起拿着 你要闹不着 你要干活拿工具 拿不出来影响工作 别的啥你想 就这么的干 正是靠着塞汉巴 创业者们的不懈努力 到1984年 共造林达98.8万亩 使曾经荒芜了三百年的塞北荒原 终于变成了避泊万倾的林海 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 也影响着这里的 一代又一代塞汉巴人 石学民是石国城的儿子 高中毕业时 他回到塞汉巴机械林场 当成一名护林员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林二代 他所负责的区域 恰好是他父亲当年种植的那片林 受他这个工作的影响 从小在那块长大 他对工作那种态度 工作那个热情 非常感染我们的下一代 继续把这个事业干下去 把这林子继续造起来 整形成一片绿海 为守护好父亲种植的树木 石学民和其他同事一起 走遍了这里每一条沟沟沟河 每天步行巡查二十多公里 他常常教育自己的儿子说 爷爷当年辛苦种植的林子 我们后人要替他守护好 六十年前嘛 爷爷和一帮年轻人 来到塞兰巴 把这个荒漠变成绿洲 到父亲接过班来 又把这个绿洲变成了林海 而我现在又回到了 爷爷和父亲付出 毕生心血的林海 就是接好他们的班吧 把这片林子守护好 建设好 石沉的童年 是在塞兰巴林场度过的 他也曾向往外面的世界 但作为塞兰巴的子孙 守护林场的这份责任 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2014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石沉 在一次回家探亲时 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了 塞兰巴机械林场 被国家授予了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当时爷爷的一句话 彻底坚定了石沉 留在林场的决心 当时是陈彦贤奶奶 他代表第一代物林人 上台领奖 领奖的时候他有个发言 就是讲他当年 上山造林的时候 因为当时条件非常艰苦 因为没水喝嘴唇干裂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就是满嘴都是口子 中午吃饭的时候 只能把那干粮 掰成小块往下咽 就是当时听到这块钱 就感觉到还是很触动 当时我一看我爷爷 我爷爷当时可能就是 听到陈彦来讲这些 然后就是 他累流满面 可能他 因为我爷爷给我的 一直感觉就是非常要强 非常硬汗的那种感觉 但是当时他 他一看我看他 因为当时他累容满面 他一看我看他 赶紧擦了把眼泪 就跟我说了 就是说是三个字 说不夸张 这个事还是 对我非常触动 可能也通过这件事 用坚定的我在林场 干事得信心吧 决心吧 2014年 时辰通过考试 回到了这片爷爷和父亲 付出了毕生心血的林场 开启了属于他这一带的 护林事业 在前两代赛汉坝人的努力下 赛汉坝林场的森林覆盖率 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 剩下最后的近九万亩 十字荒山 土层只有几厘米 最大坡度达到四十六度 在这里 在这里 扫林好比在青石板上种树 难度可想而知 石臣他们第三代赛汉坝人 勇敢地承担起来这一重任 最大的困难就是苗木运输 然后我们采取的 主要就是健康人台 因为这么陡 根本机械了 拖拉机都上不去 或者就是雇佣 骡子盾 骡子往上抬 这个是非常难 也是非常辛苦的 就是你上山 坡度非常陡 有时候你踩滑了 摔一下 那都我觉得都很正常 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偏劲 这些年轻的林三代们 啃架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 是林场的林地面积 扩大到一百一十五万亩 森林覆盖率提升了两个百分点 造林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九的 历史最高值 牢记使命是四汉霸精神的核心内容 三代四汉霸人也通过六十多年的 接续奋斗 创造了人类改天换地的绿色奇迹 我想四汉霸人种下的 不仅仅是一棵棵树木 更是一种信念 一种精神 他们所造就的 也不仅仅是一座座美丽的高龄 更是一座座不万初心 牢记使命的精神封碑 创业艰难 守护好这片绿色也并非易事 在塞罕巴机械林场 有九座这样的小楼 名字叫做望海楼 他们均位于林场的制高点 站在这里百万亩林海尽收眼底 这里的瞭望员们 主要工作是护林 防火 瞭望 九座望海楼中 有八座都是夫妻 共同坚守的 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他们为 夫妻少 防火 瞭望员赵福州 陈秀玲夫妇 就是其中的一对 上世纪八十年代 作为林场子女 零二代的赵福州 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 陈秀玲 来到塞罕巴 在海拔一千七百米 天桥梁望海楼 担任火情监测员 在这里他们一干就是四十年 那会儿见到的 它是两层小楼 锅台连着炕 这个楼的边是砖砌的 中间都是石头里的墙 有个做饭的锅台 有个大灶火连着个炕 我跟他结婚三天 王俩就进林场了 到林场 后来厂长说 你俩上望和楼吧 就让他说 说你上了你对象 愿意去就去 不愿意去别抢求 他说行 回去问我 他说咱俩上望和楼吧 我说望和楼有地方住吗 他说有 有吃饭的地方吗 有 后来我说 那就给你上去吧 那个上来一看 哎呀 荒无人烟 看哪冬天上来的 看哪是白茫茫的 几十年如一日 艰苦的生活条件 并没有让夫妻俩退缩 而是选择留在这片土地 守护着这里的 每一寸草木 如今曾经的小树苗 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曾经破旧的二层小楼 也变成了设施齐全的望海楼 你好 天天凉暴平安 无情况 好嘞 在每年近十个月的防火期里 料望 记日记 报告 是夫妻俩每天重复的工作 白天 他们每隔十五分钟 就要料望一次 晚上 每隔一小时 也要观察一次 夫妻俩虽没有严格的分工 但两人几乎都是寸步不离望海楼 我从早前六点上去 到中午十二点 这就是不下楼 要下楼呢 我们老伴替我一会儿 我下楼吃口饭 就上去 如果这个活险等级 高于活险 情况下呢 我老伴做好了 给我送上去 我们俩在上面吃 这个 顶上这个工作岗位 是一时都不能脱离 能 第一顿饭不吃 也不能少料一盐 必须的是 提高百倍的警惕 要坚守好 现在的旺海楼 已经安装了自动化 红外监控和通信设备 但机器又死角 目前还无法替代人工 六十年来 在赛汉坝机械林场 先后共有近二十对夫妻 在这里守护过这片森林 从一棵松到四点八一棵树 从一片荒原到一百一十五万亩人工林 这背后 离不开一群又一群赛汉坝人的坚守 我从那跟他结婚 没回一趟家 我父亲给我母亲有一年冬的 那年我二十三 结婚第二年 我父亲跟我母亲 同一年没的 冬的也一个 那也一个 后来听我姐给我告给 说我母亲没的时候 趴下了客机找我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受多大苦 多大累 吃多大的罪 不遗憾 遗憾的就是父亲和母亲 临终的时候没回去一趟 从昔日的一棵树 到如今的一片海 从不毛之地 到物种基因库 从一穷二白 到长强民富 三代赛汉坝人 以坚韧不拔的斗志 和永不言败的担当 在晃寒狭辟的赛北高原 演绎了荒原遍临海 沙地成绿洲的人间奇迹 第一代人靠这个使命的坚守 或者说 赢到了百姆临海 三霸第二代人 也正是靠这个 对信念的执着 来推动了三霸 现在的生态建设 第三代人靠什么呢 也是靠这个绿色发展 开图创新 来推动了三霸 今后不懈的发展 如今第一代创业者们 已有八十岁高龄 一代人老去了 年轻一代接着干 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的赛汉坝精神 被代代传承 生生不息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如今 赛汉坝已经成为 首都北京的绿色屏障 有效组织了 浑山达克沙地南侵 赛汉坝一百一十五万亩森林 所蕴含的巨大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我们非常自豪地说 三霸每年产生的 生态服务价值 达到了二百三十多亿 每年涵阳水源 浸化淡水 达到了二十八四亿立方米 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每年 浸化淡水 涵阳水源 达到了四十七个 十三零水库的蓄水量 这里的四点八亿株林木 按照一米一颗排列起来 可以绕地球十二圈 这里的森林 每年所释放出来的壤气 可以共二百万人 一年呼吸之用 这里的森林 私地生态系统 二氧化碳的年固定量 可以抵消八十六万辆 家用盐油小汽车 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首位精精 提供了绿色的生态保障 2017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 做出重要指示 全党全社会 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弘扬赛罕霸精神 持之以恒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代接着一代干 时而不息久久围攻 努力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新格局 把我们伟大的祖国 建设得更加美丽 为子孙后代 留下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的 优美环境 2017年河北省塞罕霸林厂 被联合国环境署总部 授予了地球卫视奖 2021年9月 塞罕霸机械林厂 又荣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 最高荣誉 土地生命奖 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铸就了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的塞罕霸精神 塞罕霸精神 所给我们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启迪 那就是要用一种 更加长远的眼光 来看待绿色发展 要意识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那么呢 我想呢 就是实际上 我们中国 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 一定也能够创造 相应的生态奇迹 这种生态奇迹 一定能够化为 我们人民群众 最好的福祉 塞罕霸的绿色奇迹 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个生动缩影 在甘肃省古浪县 八部沙林场 六老汉三代人 三十八年 制沙造林 以愚公移山的毅力 让荒漠变成了绿洲 在四春阿把 藏族羌族四字州 丹珍多尔基 三十二年如一日 在贡巴拉卡山上 种植松树和柏树 近五万棵 绿了高原 白了头 在浙江安吉县 渔村人从卖石头 到卖风景 美化了环境 丰富了资源 用十一年的拼搏 与付出 诠释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草木之城 国之富也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 毛泽东主席 向全国人民发出 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 到如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在浮原辽阔的 中华大地上 一代代中国人 功耕不息 竭力不止 用顽强的意志 和不朽的精神 书写着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新时代 在习近平总书记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之影像 中国正在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上 行稳致远 一个天蓝地绿水青土静的 大美中国 正在向我们 渐步走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max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